可惜春日擁有太多花 無法放下對你的牽掛 你教會柔和愛上 卻沒教會我放下 可惜夏天擁有太多花 被掩蓋的纏綿圍繞的樹下 卻無人道場真情話的真相 分手的第七天 再次遇到高中暗戀過的學長 還因為輸掉了大冒險 而和他被關在了一個櫃子裡 是種什麼獨特體驗 這就是我現在正經歷的 明明都是記憶很深處的名字了 為什麼再見到他 心還是在狂跳 再堅持一下 你傳學生好重啊 在幾 rookie 中暗戀過的 童橘子 你從中暗戀過的 還要請問 你還有一句話 就算把笑話 未見得到 到底想要不要 各個好 正行 總之 全部方便 都越來越來越做 全面 那你不要打掉 那你不要打败 那你不要打败 那我身材 那你不要打不呼 那我…. 那我今天受伤害 那我去打败 那你我 installed 那你… 那你去打败 那你行啦 那我去… 你有没有上上去 嗯 我…… 嗯 赞便宜也是他好不好 难道人人都要喜欢他吗 这种极品帅哥 你下手也不一定能得到 他也不单身吧 听说他去年休学了 现在的情况 我也不是很了解 我都没想到 这次联谊能遇到他 喂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马上过去 对不起啊 我爸突然住院了 我得赶去医院 今晚不能收留你去我家了 不要紧的 你赶紧去吧 嗯 注意安全 拜拜 这个店也不过去请示了 看看附近的酒店吧 怎么没信号啊 要去下班场吗 结束了我送你回家 不知道为什么 这段时间因为分手而堆积的 那些挫败和沮丧 奇迹般的一死而空了 下班场就我们俩吗 你为什么能三角零一 忘掉一段感情最快的方法 不就是开始新的 那你还把我考虑 做我女朋友 你别开玩笑了 你这么喜欢他吗 这手都是很高的 可能两口就醉了 我眼光还可以吧 后来他说我们更适合做朋友 喜不喜欢谈不上了 就是不甘心吧 那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吧 就要能开心一点 随心就好 喝醉打人啊 谁让你在柜子里想亲我的 是你让我做想做的事情的 他们所有人都对我说要听话 要乖 我真的是受够了这些了 想不想事是更不怪的事 你别想再占我便宜 现在轮到我占你便宜了 现在轮到我占你便宜了 也许是借着醉意 那个常年被压抑的自我 蠢蠢欲动 任由这曾经密而不逊的情感 喷不而出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嘴巴现在可不是用来吐的 2 3 5 5 6 100 4 2 6 吵什么呀 大早上的别这么激动 我 我 我怎么在这儿啊 别多想啊 昨晚只是带你回来接宿 我睡在歌厅 什么都没有发生 总要你抱着我说 你喜欢我很久了 好饿啊 你去给我买点早餐吧 好 我去买 你是在找这个吗 我回学校了 麻烦你忘记昨晚发生的事 他肯定以为我就是个很随便的人 喂 哪位 是我 杨泽 你怎么会有我电话 这不重要 你有东西拉走我事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这可是克制你和你前男友名字的 手链 你确定 今晚八点 昨天晚上喝酒的公园见面吧 这你 demonstrates 这不一定会有解释的 这不容易 帮我真是的 你怎么会有解释的 我怎么会有解释的 我一定会有解释的 你怎么会有解释的 一个人怎么会有解释的 你怎么会有解释的人 你为什么会有解释 我呢 还有其他人 我放了 这手链没有一点点云 是因为想要见到我吗 当然没有 不要手链了吗 那帮我扔了吧 梁泽 梁泽 总算找到你了 敢给我戴绿帽子 看我今天怎么弄死 是你自己误会了 和他没关系 让他先走 今天他走不了 给我下 快走 哥 起来 人呢 走走 出来 来 明明看见人跑过来了 怎么没人了 来 你去那边找找 好 你真的给他戴绿帽子了 下面好像有动静 先别出声 明明他们 怎么听着 动静在那边 往那边睡着 好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在请我喜欢的人 对不起 昨天我前男友又来骚扰你了 你还是赶紧 说什么喜欢我 根本就是说着玩的吧 手链还我 你很着急吗 很着急 我现在就要 你干嘛 带你回家拿手链 这事儿 今天是你来招惹我的 我本来都想放过你了 我去给你找手链 怎么样啊 反正这儿你收 没错啊 不会就让我阿姨来过 我相信有个事要处理一下 稍等下我 你在干嘛 不能想让我开车 不是 只要我 这事情 这事情 你们不 أن我 终于是 我们不可以 我就不只是 那我也想让你 我现在想 WITH个车 这个风口飞还满意吗 则哥 游戏到货了 要不要赶紧来一局啊 我进去超市哪儿啊 细节什么都往前看不到 我回去了 你和梁泽什么关系啊 刚刚在他家做什么 我 你以后不要找我了 我女朋友会不开心的 哼 桃花都帮你挡完了 不用演戏了吧 我可没说是演戏 你干吗随便往我手上 带东西啊 这条手链上面刻了 你和我的名字 大声就代表你 同意做我那一回话 你不要开玩笑了 不要因为觉得好玩 就随便来招惹我 我喜欢你 你见钟情的那种 可是联谊那次 我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吧 你以后 你的大声 你听说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冷飓 你 很 给我 消失 我 对我来说 你很特別 來吧 男朋友送女朋友回家 她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 以一種破壞性的力量 重新構建了我的生活 在內線有她相伴的日常裡 我像跌入了一場靈魂 你坐吧 我要努力記住相伴的每一分鐘 這自在呼吸的感覺 明天去看電影怎麼樣 好吧 愛子 你媽剛剛聯繫我 她現在身體狀況很不好 想讓你出國陪她 要我說啊就別去 你那個後爸她又不歡迎你 哦 原來是被媽媽拋棄的小寶寶呀 缺愛就勾搭別人女朋友是吧 勾搭這個詞說得這麼咬牙切齒 你女朋友給你戴綠帽子了 我 我這兒也受傷了 傷口這麼深 很可能留疤啊 你是小朋友嗎居然還打架 你見過身材這麼好的小朋友嗎 要不要欣賞一下 這個男人真是不放過任何撩人的機會 你剛剛是不是在心裡罵我了 哪有啊 是你裸著上半身着涼了吧 我眼光還可以吧 潛難有約犯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蛋糕 什么时候回来 阿泽 我现在有事情 结束了和你联系 教授 这位是我的学妹初语 她想考您的研究生 好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你先说 我差不多准备搞定 读研的事了 恭喜你 那你也要说什么呀 等到明天今天日的时候 再告诉你吧 危机多端 亏我还给你带了小龙虾 我虾过敏 你怎么了 没事 别闹 下来 我就不 我还约了朋友逛街呢 不准 你可以把礼物给我了吗 这么快就想到转账路满了 我再看看别的了 你不是说到这儿 才能打开礼物吗 我懂不及了 除了昨天的好消息 就你这个最让我期待了 那你先转过去 闭住了 我差不多准备搞定 读研的事了 我闭住了 我老公 睁开一眼 来 你坐完一圈子打开看 好 阿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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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陪你到这儿了 阿紫 阿紫 可惜夏天又有太多话 被掩盖在缠绵围绕的树下 却无人道成真情话的真假 别的她也没多说 只说如果你找到我 就转告你不要再联系了 往前看好好生活 这就是我们故事的结局了吗 在我最喜欢你的这个时刻 一切戛然而止 爱人或者是爱人 一切剩下的 我把它盖到 在热乱 我们开心 真情活得真强 后来我没有安装爸妈 给我的规划读研 而是选择了 一份喜欢的工作 总算学会坦率地 面对内心真实的想法 这大概是阿泽 唯一留在我身上的印记吧 归是神差的 还租下了 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也许是为了和心底的 那个名字 来一场漫长的告别吧 也许 我不曾想要告别 终于 卓妮 小新 怎么样 今天成功了吗 刘总那个老油条 难搞得很 根本不松口 你这边怎么样 老闆太没人性了 为了能被M Studio高价收购 设置这么奇葩的KPI 搞得这段时间 大家累死累活的 我也累死了 我也快累死了 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去酒吧 嗨比一下吧 好啊 好 我就不去了 你们玩得开心啊 哎呀 别扫兴了嘛 反正你下班也没事 去了去了啊 来 玩个游戏呗 来啊 好啊 傻如蝶 看我咬五根啊 哇 不是吧 这么巧 好啊 行不行啊 要不别喝了 帮我扶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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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行 这别玩了 喝太多了 帮我扶你啊 帮我扶你啊 你谁啊 小美女 你放开 啊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我是她男朋友 就不麻烦你照顾了 阿泽 好 你这个人怎么发的套路出发 发什么套路 就是 一般会这样 好 哦 是阿泽回来了吗 还是我再做梦 谁要对不起都不会说 啊 可爱是迟到了三分钟 你昨天干嘛去了 说好的不醉不归呢 一下就不见人眼了 我昨天 去了 哎 不过都不重要了 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可错过了一个大帅哥 谁啊 M Studio收购组的组长白泽呀 半小时前 他们已经入住公司了 你居然选金钱吃的 真是撞在枪口上了 赶紧去到办公室报到吧 这么倒霉 请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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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承命的霞 在四处认真下 你说我们一起吧 紧张 会有缘记的吗 纯人里那说话 你站在阳光下 问我会喜欢吗 会有人怀疑 心里总不是我 在四处认真下 这位小姐 形容你还有咱们 狗长多久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你 袁小姐 找我有事吗 梁泽 是你吗 你回来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叫白泽 你在说谎 你就是阿泽 要不然昨天晚上我也 你是说 昨晚你试图 扑到我的事情吗 不过很可惜 后面的事情 我没有让你得选 所以之后在公司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的好 真的会有两个人 长得这么像吗 但他那种冷淡的感觉 确实和记忆里的阿泽很不一样 回家路上 看到有人像这流浪的小狗一样 等在路边 需要帮助吗 谁是小狗 袁小姐既然不需要帮助 那我走了 和梁泽一样的吧 我一定要搞清楚你是谁 我不管 我走不动了 你不能见死不救 你少吃点吧 你胡说 我才九十多斤 你不行可别落我头上 你确定我不行 不是 我倒是个险子 俺下来 你不过来 你能不微积ble 你能不能跟三千泽一样 都比我呀 是什么 你还跟我打掌 就有点东西 我不要把这些东西 我一定要留意 我只没留意 你也要留意 我有标志 拿就要不开 我 所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 不是 你别误会 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而已 你在客厅坐一会儿 我去给你做饭 你们家是没有别的可以用的食材的吗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海鲜大餐 难道不合你胃口吗 难道没有 我下过敏 我下过敏 nement вод 咱们要不要 这个比方便 里面要是 我收好了 现在还有事先走了 那我送你 不用了 你脚不方便 就好好休息吧 梁泽对虾过敏 可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他真的不是 你就是梁泽 可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等一下 你头上有片纸线 不要随便撩公司里的女同事 你是想让我只撩你吗 你明明不是那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 就凭你那晚的一个吻 你就觉得足够了解我了是吗 你怎么知道 初遇 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我不仅被骗了感情 还被骗得身无分文了 怎么办呢 是谁 那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他其实是白 你等着 我一定给你讨回宫的 你一直就是这种人吧 所以才装作不认识 好吧 感情骗子 白胖胖APP上认识的网友 你竟然这么过分 随意伤害别人的感情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如果是和工作 无关的事情 那你可以出去吧 我劝你赶紧 把小新的钱还给他 并给他道歉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喂 帮我调查一件事情 喂 帮我调查一件事情 喂 帮我调查一件事情 亲爱的 不好意思啊 前几天让你担心了 我已经没事了 白泽这么快就跟你道歉了 什么道歉啊 我感谢他还来不及呢 你不知道要不是他 我都拿不回损失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白泽联合警方 找出了幕后推手 不仅将他们一网打尽 还把所有受害者的钱 都拿了回来 没想到平时高领之花的 白组长 私底下居然是 外老妹肉的人 可我那天 我都干了什么 原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昨天是我误会你了 我向你赔罪 你觉得昨天的事情 一句赔罪 就可以一笔勾销吗 你要是觉得不解恨 你骂我一顿 实在不行 你打我一顿也行 不是吧 那真的 好 初雨 学长 好久不见了 是啊 五年多了吧 正好我也快结婚了 然后 要不要带你家属 一起来参加 我单身 我能不能带你家属 去哪里 你还要带你家属 好久不见了 一般 我担心 你还要带你家属 好久不见了 很久不见你了 还不敢在这儿 等我 那就要不静下 你了 好久不见了 你了 我担心 你了 我担心 我担心 你了 我担心 你了 我担心 我单身 梁泽之后就再也没找过你吗 五年前我们见过一次 你和初语不是同一种人 你最好不要耽误他 我已经计划好了 带他去美国 你凭什么为他的人生做决定 他爸妈一直希望他能读我导师的研究生的 到了美国他也可以 一直配合着你的人生计划 牺牲掉他现在的生活吗 不好意思 那个时候是我擅作主张了 有没有帮到忙啊 没关系 都过去了 那个时候 你怎么就这么容易放弃我呢 初语 初语 我临手很重要的事情去处理 整理档案就麻烦你了 谢谢啊 这跟我家完全就是相反的方向啊 回家路上 刚好看到有人像是受伤的小狗一样 人在路边 需要帮助吗 我先下班了 下班了 你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干吗 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跟踪我啊 你想多了 我只是顺路而已 那你怎么解释 你家住在东边 却跑来西边和我顺路 你难道是为了保护我 而特地顺路的吗 我没有 你 可惜春日拥有太多话 就当是为了感谢你吧 你家会如何爱上 却没嫁回望方向 你感受的方式这么特别 就每个人都这样了 只对你这样 谢谢你送我回来 我走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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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一个助手 你和我一起去 这么突然 我还没收拾行李呢 给你十分钟 赶紧去收拾 我们到了之后 是不是有机会去一些 著名经典玩 你想多了 我们大部分时间 都会待在酒店处理工作 并且出差期间 你二十四小时 都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就算上厕所 也要体现和我报备 傲娇 明明就是故意 想跟我制造独处的机会 看你转到什么时候 你干吗 睡觉 不是你说 让我二十四小时 不要离开你视线吗 反正你对我也没感觉 我很安全不是吗 你说得也对 连睡觉也不能 离开我的视线 所以 所以什么 喂 给我去睡沙发 给我去睡沙发 好歹我也是女孩子 就不能温柔一点 你昨晚梦游硬是要爬上来的 怎么赶都赶不走 你确定 难道 不是你想占我便宜 抱上床的 现在好像是你在占我便宜吧 看来我得下一劲猛药了 看来我得下一劲猛药了 走吧 来 放这儿 原初你过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怎么了 你这么喜欢和南莫特 打打闹闹吗 我这是在工作好吧 工作的时候 请保持你的专业度 初遇姐 这边拍得差不多了 我们一起去游泳吧 好啊 好啊 我也去 走 走 睡觉 坐 我 坐 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喂 盼泽哥哥 我好像发烧了 去过医院了吗 我有点湿就不去游泳了 小心 你真是 果然是你 在牢里待了三年 都没让你改过自信吗 还想着用暴力先去问题 报警 喂 警察吗 你还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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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niez认真的 我还没想着 我快去没想着 与你 我都没有想着 我自己都没有想着 你 Page 10 你都没有想着 我妈妈 你就别想着 你 AfD 可以 感谢观看 我喜欢的人此刻就在我面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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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你进去考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去看 明天周末 要不要一起看电影 后天就是时间 难道是上晚宴了 明天我得加班 做最后的检查工作 那现在先去我那儿 我有东西给你 所以你非要我过来 是看什么 阿泽 我来拿点东西 拿什么 之前和朋友接宿在你这儿 落了平面霜 你看 果然落在这儿了 不用管我 你们继续 她是谁啊 前女友 前女友 前女友还有你家钥匙啊 我也不知道她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要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可别忘了 后天是间囊的晚宴 你可别忘了 你可别忘了 谢谢 快看 千万粉大威缩醒来咱们的时尚晚宴了 会吗 真的是他 真的是他 怎么是他 太气了 太猛了吧 我回事 你怎么能吃芒果呢 我差点忘了我对芒果过敏 哇 磕头 可到了 苏小姐和白组长好般配啊 哇 好羡慕呀 今天没有喝多吧 真是 这还挺好的 莫测苏琴和白组长还有下半场 大梅你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连白组长这种级别的都这么殷勤 阿泽 外套我帮你拿了 我在车上等你 要一起去下半场吗 好 来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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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比白组长 表礼规的人强多了 说起白组长 他的身形 跟白组长有点像啊 我走了 拜拜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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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遇 我也不知道 他会来找我 他昨天突然就来了 你们很久不联系 你还知道 他不爱吃芒果 关于你的事情 我也记得很多 比如说你在油楼厂 等我等哭了 初遇 对不起 我不想再因为这种事情 失去你了 你知道这五年来 我学会了什么吗 我学会了人不能活在过去 你和苏琪已经结束了 我也不能沉迷在 过去的这段关系 别沉迷过去了 活在当下 开快点 posed 火 有必要开这么快吗 我帮你捋一下 好了 可以回家了 再见 阿泽哥哥 我今晚吃了那些东西 好像又过敏了 现在还不舒服 阿泽 你来看我了 所以你在电话里 你说你生病了 纯粹是在骗我 我只是想看看 你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 关心我吗 你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 你家的钥匙 先还给你 把我的钥匙也还给我 好此为止 阿泽 干吗 有 对 要是 你 你 双鱼 你怎么那么一天不接电话 今天白组长 不用照顾前女友吗 你什么意思啊 合照里不是你吗 昨天苏青说她生病了 要我去照顾她 我顺便把话都和她说清楚了 前女友一叫你就去 初遇不是你想的那样 苏青不仅仅是我的前女友 她还是我发小苏承的妹妹 发小的妹妹就可以这么做天做地吗 这是我签苏承的 那时候刚去到国外 因为和你分开 我妈的情况也很糟 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你怎么又挂科 你还想要挂科吗 这也不是 一会儿喝点 我这是最后一次劝你 你继续这样下去吧 我替袁助遇谢谢你放过她 在美国的那几年 是苏承把我从绝望中拉了出来 可对你好的是苏承 你纵容苏青干嘛 苏承去世三年了 她最后的心愿 就是想要我照顾好苏青 所以你就把她照顾成的女朋友是吗 苏承的理事 对她的打击非常大 她当时提出那种要求 我没有办法拒绝她 其实我并不喜欢她 滚 为什么你每次都是这样 你不生气吗 你当初为什么要答应当我男朋友 是你哥让我照顾你的 我不需要你的照顾 我答应她了 我只想你爱我 那我们就这样彼此折磨 那我们就这样彼此折磨 折磨到死 跟我 她会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你的一再纵容 你从一开始 就应该拒绝这种病态的关系 我很后悔 但是我也没办法对她狠心 你生病了就快去躺着 我和阿泽来照顾你 好 周给你坐好啊 你好好休息 我们先走了 照顾好自己哦 走 我们先走了 走 对不停 你们都要等他们 对我们来说 看我 看到这么厉害了 我 这不利 我们都已经来说 我好 我要你们去吧 还好 书 你走 了 这就要紧了 我也很快 是你把我骗到手的 你讨厌 那帮你保密也行 你轻挥一下 你跑不掉了 真会使坏人 却保密个关系 还比我心晚 我还是觉得有点亏 你还想怎样 你还想怎样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没事吧 这 我这边突然下了大雨 以后会议能不能推迟 好吧 我尽量赶到 要不你先拿去用吧 那你怎么办 我男朋友一会儿过来接我 没关系的 谢谢你了 小心 扯平了 希望下次还见面的机会 把早安给你 不用了 你怎么才来啊 我等着都快找蘑菇了 真的 那我刚好饿 把小蘑菇吃掉它 讨厌 我还没合选 我还没有 我还没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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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报告尽快发出来给我 规定时间内做不出来 就换来了 好了 你一定要收购时间囊吗 时间囊是苏晨的心血 他去世之后 这家公司只要转到了 你老板的名下 苏晨 是苏晴的哥哥 我想把他收购这家公司 完成他最后的心愿 我陪你一起 你就别掺和了 我自己能搞定 初遇 你最近怎么这么勤快 我现在好好干 免得新老板来了以后 挑刺炒掉了 我还是这么可怕吗 那我还是期待一下 新报价的X集团吧 而且听说他们开的价更高 给咱们的福利待遇更好呢 什么 你是说还有人要收购咱们 对啊 而且听说X集团的老板 是个超级大帅哥 今天就要来公司考察呢 小元 X集团的薛老板到了 你等会儿带他好好 参观一下公司 好的 要好好表现啊 嗯 你 回来工作 好 我 不许忙预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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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我果然没有认错 云小姐 你本人比员工手册上的照片 更漂亮 谢谢那天的伞 我叫薛适遥 时间呢 现在主要业务呢 是两个板块 一个是生活类美学的 新媒体矩阵 一个呢 是自由地上平台 还有呢就是 小姐 我对这次世界囊的信息 非常感兴趣 而且 我很欣赏你的工作能力 希望这次能够收购成功 我应该努力阻止他收购才对啊 令我这么开心干吗呀 没想到能够在这儿再见到你 真的很期待 能和你这么热心真诚的人 做同事 您太客气了 你提供的报表有问题 让我办公室一下 这 可是我现在 还有别的事是吗 那我自己先逛逛 你先去忙吧 谢谢薛总 谢谢薛总 怎么把门关了 您想让外面的同事 都看到你挨骂 是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很大 你自己过来看吧 你自己想想 是什么问题 是工作还是其他地方 要是工作上的事 我会把你放到腿上来谈吗 不准过打别的男人 我猜没有 好 我很丰富 芸小姐 看来我来得很不巧 初遇不打算介绍一下吗 这位是薛总 这位是白组长 请问您和芸小姐 还有事吗 可不可以把她救我一下 初遇 你现在有时间吗 你报表改完了吗 白组长 我现在就去改 薛先生 来时间当谈业务吗 来看你做无用工 薛先生 我们两家公司 已经开始走流程了 恐怕你来晚了一步 那又怎么样 我想要的东西 你的一切我都可以抢走 不仅是你的公司 我都可以抢走 够的事 确实那个薛师瑶 对你有意思吧 你说什么呢 我这不是担心 你被别人背后 吓黑一手吗 你这是对你男人没信心 我一定要阻止 X集团的收购 我 讨厌 干嘛 云小姐 对 昨天你在办公室看到的事情 能帮我保密吗 那你帮我个忙吧 这个牌子除了这款手链 还有什么好看的单品 这个还有个项链也不错的 不会是在打听我的喜好吧 薛师那个薛师瑶 对你有意思吧 你说什么呢 你问这个干吗 我昨天看你的应用选择 推送了这个潮牌的配饰 我挺感兴趣的 觉得送人应该很不错 小新是专门做配饰这块的编辑 找她推荐更好 行 谢谢啊 那就这样吧 别忘了保密 好的 好 我就说嘛 一个高副帅老总 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阻止他的收购计划 加油 路上小心 拜拜 拜拜 薛总 你和那个女孩子很般配哦 被你看到了 其实我最近准备表白了 所以才向你打印配饰的事 还有告白的方案 你有什么好想法吗 我们公司明天年终酒会 你可以带他一起来 我们一起帮你制造气氛 好 那就这么办 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 那位小姐来了吗 是吗 是吗 那带我先看看效果 来 惊喜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道具 怎么样 很好 初遇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喜欢上了你 礼物你自己挑的 应该非常好 很棒 麻烦了我们 也帮我别了 我们下一个 阿犹 给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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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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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感谢观看 M Studio 就是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是怎么 可我控制不住怎么办 沉鸣围绕的树下 旧人道场 真情获得真将 我们是真 被子盖好不要着凉了 想让我把衣服穿好可以 但作为交换 今天一整天都要陪我 你骗我公司搬新的事 我还没找你麻烦呢 还痴心妄想 是我作用的道歉还不够吗 我可没有感受到你的诚意 别闹 我还要上班呢 现在我是女老板 准假 今天休息 所以我的东西你都要抢走是吗 我认识 祝贝 我是女孩 我看着他 是女儿的 现在编急 我回应该 有时不和 是女孩 快着 儿快着 林¿ 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只爱袁初遇吗 你又想干嘛 那你不会再见到他 没想到你一点都不惊讶 我知道是你 但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本来只是想报复白子 相处下来 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要不要考虑投入我的怀抱 没想到你一点都不惊讶 我知道是你 但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本来只是想报复白子 相处下来 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要不要考虑投入我的怀抱 白泽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恨他 你不会明白的 你现在停止还来得及 薛志阳 在我的心目中 你从来不是这样的人 乖 过了今晚 那我们就一起离开这儿 我们就一起离开这儿 别问这些了 白泽在接应我们 白泽在接应我们 苏晴 谢谢你 苏晴 谢谢你 走 怎么没看到白泽 因为他没有来啊 只要你死了 白泽就一定会回到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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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成全你陪他一块去死吧 初遇 清醒 初遇 是苏晴 他 他陪我来着 我们要赶快逃出去 是 那儿有个通风管道 你踩着我肩膀 上去看看有没有信号 喂 初遇 喂 初遇 阿子 我和薛之遇 现在被困在一个冷库里 你和薛之遇 定点在哪儿 大概是在城北郊区 薛之遇 我请让你老实点 你要是来晚了 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些什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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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在一块就不冷了 冻死也比被白泽看到了弄死架 你就那么怕他吗 初遇 初遇 泽 你终于来了 你来了 来了 他状态不好 好 我们先把他弄出去 你慢点 来 你先拿他出去 好 我以为除掉了原初遇 你就会回头 没想到老天都站在他那边 如果你不出现该多好 苏星 我 是我没有处理好我们之间的关系 给了你错误的希望 有没有初遇的出现 都不会改变我们关系的情绪 希望你能主动投案自首 好 我爱 是叶要灵吗 我要自首 你相信你 你可行吗 你跟你的仇狄 你能说吧 我只能够由你 给你一个女儿 你以为吗 跟我比可差远了 任小姐 来做一下检查吧 我给你们两个留独处的空间 这 怀表上是你什么人 是我爸 也是你爸 没想到这老头子 在这儿还过了这惊喜 从小我就想不明白一件事 同一个父亲的孩子 为什么你就能堂堂正正地生活 在阳光下 而我却因为是私生子 背受歧视 我没想到 你报复我的原因原来这么 勾携对吗 恨的起点往往就是因为 没有能得到的爱 让我做X集团CEO的是他 在我即将收贵M Studio的时候 将我彻职的也是他 他从来都不会考虑我的感受 老头子从来没和我说过 他和X集团有合作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彻底执 肯定是怕你侮辱歧途的 你想说 这也许是他对我一点儿关爱的证明是吗 可能在你看来 你若是在你身边的 也许是你身体的 必要是你身体有无所谨 还要是你身体的 你身体的 肯定是你身体的 一身体的 不是有很多人 那这个人 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你先去做旋转木马 然后就给你 不要 我怕你又像以前一样消失了 好了 我陪你一起 会有人记得吗 纯粒那说话 你正在阳光下 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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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花也需要时间吧 过 开喜欢缓用有太多慌 casting 你将会如何安伤 却没教会我放下 可惜夏天拥有太多话 眉眼盖在缠绵围绕的树下 却无人道场真情话的真假